其实你看我的原理是这样的 先在较多的事情上多干一点 然后找到你特别爱干的事情上 把其他地方减少一点 在你特别爱干的事情 然后把它加在上面多干一点 然后你就在这个上面 比较容易取得突破 其实人后来你的快乐 来自于什么地方 来自于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成就感 因为你在上面有突破了 很多人表扬你 很多人认可你 然后你就说 看来我真行 所以其实成就感 有百分之五六十的这个东西 是因为成就感 让你在这件事情上很愿意做 第二个就是在做一件事情里面 开始做出一点窍门来了 这个窍门就会让你享受感这个东西 因为大部分人干活 都是马马虎虎干的 马马虎虎干的人 就是干个活干不出窍门 所以你不觉得你自己干这件事情 干得比其他人很精湛 很有意思 很突出 很优秀 所以这个时候你也觉得说 反正这事其实我干也这样 人家干也那样 大家就是凑合着能干 对得起那个钱就行了 当你有了窍门之后 你慢慢意识到你是一个专家 你是一个超越其他人的人 而且这种东西 其他人也会认可你 给予你更多的机会 所以你要知道 一个人在所能生巧之后 你开始成为吸引资源的人 所以在你有了资源以后 你就开始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一件事中间的很多的事情 是人家帮你干的 或者一件事情的很多东西 是有其他资源 一嫁接以后不用你干的 通过嫁接以后 他很容易地就把它做出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慢慢发现 世界上做事情 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其实不需要像笨人那样 像贱人那样 老要靠自己做那么多来做的 但是它要有个过程 它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你要达到一个阶段之后 最后你会有很多人帮你来干活 有很多资源支持你干一件事情 所以你到了那个阶段 你会发现 要做一件事情不成功是很难的 就是你要想把一件事情 做不成功很难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大家都希望你成功 然后他差不多就成功了 因为参户的每个人都希望他成功 所以他就会成功了 所以我就说 一个工作狂的快乐 除了第一个成就感 第二个是你在中间 找到敲门以后 你享受这个活 一个非常重要的 是因为达到某一个阶段之后 你会发现进入了一种 所谓叫做轻车道和快车道 就有点像你终于过了某一个 阴暗的这种 就像飞机飞的时候 它就是在下面那个云雾里面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的飞机窗外 什么也看不见 等到到云层上面的时候 云层上面永远是万里寻空的 所以那个时候你感觉就非常的好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其实工作到找到工作的乐趣 它中间是有一个过程的 如果在没有达到这个工作 你最多算个工作狂 但你还不快乐 但是所以这个不能从某一个阶段来看 要从总体上来看才好 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不能用一时一地的方式 来衡量这个工作的工作狂 雷农师